她是澳门14K社团的创始人之一 14K能成为澳门众社团中的霸主 和她早期打下的根基密不可分 她形势太绝 从来没有为自己留余地 也没有给任何人面子 所以最终才会有被自己的同门师兄弟 暗算而死的下场 她叫于红 是澳门14K社团的创始人之一 是澳门14K的传奇大佬 于红的原名叫于熊 出生于20世纪30年代 那个年头市局动荡 老百姓们的生活过得很艰难 于熊由于出生贫寒 长大了就决定参军 喂的就是有一口饭吃 40年代末 于熊成为葛兆黄手下的一员 14K的创始人兼初代龙头 就是葛兆黄 早年小混子们打着红门的旗号 设立了武州华侨洪门西南部 企图利用这个组织为自己做事 最终在1954年的时候 被葛老大给一网打尽了 自此啊 葛老大就成为了这个组织的领头人 将组织改名为鸿门中议会 自称鸿门护法 后来又成为了龙头 1949年 葛老大率领一批核心人物 逃往香港 当时于熊也跟在其中 葛老大来到香港后 就在这设立了鸿发山中议堂 不过那时候啊 当局对三合会组织抓得很紧 所以自称鸿发山是会被抓的 于是鸿发山组织里的人 又以当初在保华路14号的 广州会馆来命名 自称为14K 14K最初的成员 大多数是军人出身 各个训练有素 因此在葛老大的领导下 社团迅速崛起 成为了香港最大的社团 于熊是14K艺子队的一员 虽然辈分不高 但是他早年就跟随了个老大 在社团里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 那时候的他 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头领 麾下仅有几十个马仔 与人火拼 那是家常便饭 到赌档 赌档 青楼看厂收保护费 是他主要的收入来源 1956年 由14K社团领头 引起了一场混乱 其他社团纷纷趁火打劫 当局立马重拳出击 14K的核心成员 纷纷被赶出香港 早在三年前 葛老大病逝后 太子葛忠雄接任龙头之位 但他却不怎么管社团的事情 在二路元帅 陈清华 陈仲英 大鼻灯等核心成员的打理下 社团还算相对的稳定 可如今 这帮人皆被驱赶出境 14K社团成了真正意义的 群龙无首的状态 成为了一帮杂牌军 也在这时候 14K三十六字堆 各个字堆里的猛人开始崛起 虽然暂时是稳定了下来 但各个猛人都是狠角色 谁也不服谁 又导致14K三十六字堆 各自为政的局面 群雄虽然没有被赶出香港 但他的老大不在了 他一个人过得也并不好 在1961年 他拦路抢劫 险些被抓 也因此被赶出香港 流落的澳门 初来乍到 虞雄生无分文 只好找到 比他早到澳门的马娇冯 马娇冯是最早一批 被驱赶到澳门的 14K核心成员 他是14K梅子队的化石人 无疑高强 与14K荷兰教父 一中不对付 曾与之大战三百回合 谁也赢不了谁 后来马娇冯 还因为何鸿燊 威胁过霍老爷子 虞雄既然选择了混黑道 可不是到澳门来寄人篱下的 为的无非是赚快钱 但此时的他 要钱没钱 要人没人 想要迅速有自己的班底 还得寻找捷径 他很快就有了主意 他要做的 就是通过仙人跳来赚大钱 他专门盯着有钱人下手 设下一个天衣无缝的桃色圈套 让那人 哑巴吃黄连 你有苦说不出 明知是鱼熊设下的圈套 又碍于名声 不敢生长 结果被鱼熊狠狠地敲了一笔 日后何胜和的作馆 鸡脚黑 赵国强就耍过这一招 一个姓何的主持人 给他的马仔戴绿帽 赵国强就设下仙人跳的局 使那个主持人 又是赔钱又是道歉 在粤语中 仙人跳叫做捉黄脚鸡 指的就是为了捉黄脚的攻击 用母鸡来当诱饵的意思 鱼熊有了钱 就开始大肆招马仔 靠着过硬的武艺 很快就有了自己的地盘 不少在香港混不下去的人 也都来到澳门跟着他混 澳门的14K 在他的带领下发展得飞快 另外呀 他还和萧锦赵也是好友 萧锦赵 绰号死无去 粤语中是死不掉的意思 在澳门开设重召体育会 来掩饰自己社团的身份 萧锦赵又被称为大天二 皆因他实力实在是强大 当年他就曾经两度把何鸿燊赶出澳门 甚至在第二次 何鸿燊自己还不敢回澳门 最后四处托人 找到14K二路元帅陈清华出面 陈清华还派了双花红棍 陈慧敏等五个得意门生护送 何鸿燊才有勇气返回澳门 虞雄麾下高手如云 号称奥普教父的崩崖居 是报纸培的徒孙 而报纸培是虞雄的得意门生 也就是说 崩崖居论辈分 叫了虞雄也得恭恭敬敬地叫一声老顶 他身后有萧锦赵和马交冯 这样强有力的帮手 再加上有报纸培这样的得意门生 虞雄就有意识地提高 自己在江湖中的地位 他组织起人马 自封为澳门 意子对话是人 此外还自封二路元帅 可能在他心中 自己与陈兴华是平级的人物 到这时的虞雄 正处于一种如鱼得水的状态 经常在重召体育会的会馆里 与马交冯 报纸培 萧锦赵等人喝茶聊天 劫持各路江湖猛人 生活极度逍遥 从一个默默无闻的人 一下子变成了大人物 这让他如何不骄傲呢 那时候他还向何鸿燊收取保护费 何鸿燊怕于红手底下的人 骚扰到他的赌厅 影响生意 每个月支付一万块的保护费给他 而他的名字叫做于熊 为何他的绰号却是于红呢 在粤语中 红和熊的发音很相近 而于熊所处的14K社团 又算是红门的分支 也因此才会被江湖人称为于红 于熊迅速膨胀起的势力 奥普当局也注意到了 于是就有了斗门八区这个组织 开始与于熊斗法 斗门八区是澳门当时的一个社团 虽然名义上是本土的黑道 但背后的势力 却是有着白道的影子 它就像一颗钉子 牢牢地定在各大社团之间 既是为白道服务 也在允许的范围内射黑 也因为这样的原因 斗门八区的规模虽然不算大 实力却也不弱 在白道的影响下 斗门八区和叱咤风云的于熊干了起来 有一次啊 在江湖通道的晚宴上 斗门八区的梁哥和于熊起了争执 双方你一言我一语 越骂越难听 也从最初的骂战升级为拳脚相向 梁哥被于熊狂闪 好在在场的英雄豪杰将他们拉开 宴会之后 两人之间的梁子算是结下了 不过呀 于熊能在澳门混得风生水起 绝非那种莽撞之辈 他从萧锦赵那里打听到 这位梁哥是斗门八区里的叔父辈 在江湖上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萧锦赵给于熊的忠告是 这事啊 能和解就和解 不能和解 也不要再找对方麻烦 毕竟啊 大家也都是混口饭吃的 这一开始于熊和萧锦赵的想法是一致的 但是红颜祸水这句话 还是真没说错 于熊有很多女人 其中有一个听说这事以后 就在背后煽风点火 吹嘘于熊有多厉害 能力有多强 还说这位梁哥不过如此 他于熊怎么可能会被这种人吓到 等等之类吹捧于熊的话 被枕边人这么一说 于熊心中的怒火又上来了 他打定主意 一定要给梁哥来个下马威 让他见识一下 谁才是澳门社团的霸主 于熊调集手下所有的马仔 下令将抖门八区的地盘全部砸了 见了抖门八区的人就往死里打 这一时间呢 澳门的街上人声鼎沸 于熊手下几百号人全部行动 抖门八区辛辛苦苦经营了几十年的继业 一息之间化为了一片狼藉 而抖门八区的人更是不堪 毫无准备 被于熊的人打了个落花流水 能让萧锦赵给于熊忠告 梁哥自然不是省油的灯 立马调兵潜将还击于熊 接下来 两人各自带着马仔来到约好的街头对峙 随后两人决定单挑 只见于熊先发制人 从腰间掏出四十米大砍刀 往梁哥这儿冲了过来 梁哥立马掏出四十六斤的三尖刀刃 挡住了这一击 两人一个猛一个狠 一时间谁也奈何不了谁 打的是天地色变 时间越长 场上的打斗就越紧张 台下的小弟们也越兴奋 但梁哥却是最清楚这一战的凶险 于熊越打越精神 手中劈出的刀一刀快过一刀 梁哥则是越打越新娘 这刚开始啊 梁哥也认为 于熊仅是和自己旗鼓相当 谁曾想 于熊只用了八分力 还保留了两分 而自己则是全力以赴了 于熊的速度和力量 都高出梁哥一小节 梁哥只要是稍有不振 那就败了 于熊眼看着梁哥就要支撑不住 自己要获胜的时候 斗门八区的几个叔父辈 同时赶到现场 见识到于熊的厉害 他们立马出来说和 这几个叔父辈可不希望 因为之前的口角 闹出什么幺蛾子来 但见到于熊这么勇猛 也只好付软 当场就提出 改天请于熊喝酒 当做赔礼道歉 再付上一点精神损失费 这事就这么一笔勾销了 于熊也答应了下来 那天啊 富丽堂皇的皇宫大酒店 那几位斗门八区的叔父辈 亲自站在大门口 迎接于熊和他的手下 于熊为了在那位 红颜祸水面前 展示一下自己的实力 也将他一起带了过去 两人开着豪华跑车 一个飘移停在了酒店大门口 斗门八区的叔父辈们 立马就上前帮于熊开车门 随后恭敬地 将他请进了酒店内 于熊入座主桌 桌上摆满了美酒佳肴 抱身赤肚 鹅肝 鱼子酱 什么名贵就上什么 梁哥端着一瓶八二年的拉飞 走到于熊的面前 对着于熊鞠躬行礼 嘴里说着道歉的话 随后拔出瓶塞 一口气干了那瓶拉飞 以此来表示自己的诚意 喝完了酒 然后梁哥打了个响指 手底下人递上了一个大红包 里面包着三万九千八 梁哥接过后 双手递给了于熊 叔父辈们亲自到门口迎接 丰盛的美酒佳肴 梁哥到场自吹一瓶且道歉 随后又双手奉上红包 豆门八驱做得可谓是充满了真诚 于熊也很满意 刚抬起手要去接红包 却被那位红颜祸水给按住了 那女的说 梁老板不够诚意 得再来个三跪九扣 正常来说 江湖人做事 哪能让女的来干涉 但于熊却是个例外 他虽然在江湖上赫赫有名 却是个巨内的人 很容易被枕边封给左右 于熊被枕边人一影响 意味深长的抬眼看着梁哥 似乎在说 还不跪 这一次啊 梁哥再也坐不住了 要知道啊 给人下跪这可相当于断了江湖路 那可是一种耻辱 简直就是生不如死 如果他真的跪下了 以后他的马仔还怎么扶他 走到哪里 都会被人拿这事说三道四的 一个人的耐心是有限的 前面梁哥已经表现出足够的诚意了 现在却还要被于熊羞辱一下 怒气一上来 肚子里的那瓶八二年拉飞 也开始起了反应 这是梁哥的怒火之冲云霄 只见梁哥狠狠地将桌上的酒瓶摔碎 怒视着前方的于熊和那位红颜祸水 斗门八驱的叔父辈们 见状也是勃然大怒 纷纷起身 有的还直接掀桌子 气氛一下子变得剑拔弩张 双方也就这样再一次的不欢而散 之后那位红颜祸水又开始踪拥 于熊再一次对斗门八驱展开了一场恶战 斗门八驱敌不过 地盘一天天的变少 社团危在旦夕之际 斗门八驱的老大们召开了 事关生死存亡的紧急大会 这会从早上到晚上没停过 社团里没有人是于熊的对手 最后有人提议花钱找刺客 社团老大们纷纷叫好 他们派人到香港 花了一大笔钱 请来14K的沙胆熊 沙胆熊是14K 陪堂右相齐伟文的手下 齐伟文是14K为数不多的女老大 早年创立了一个 名为十二金钗的女子行动组 做的就是情报搜集和刺杀的工作 而沙胆熊作为齐伟文的门生 尽得其法 不过他却是个建材起义的人 只要肯出钱 他就会帮助做事 哪怕目标人物是同门 他也肯做 于熊和沙胆熊都是14K的人 哪怕彼此不熟悉 也可以说是同门师兄弟 可即便如此 沙胆熊还是带着四个心腹 潜入了澳门 斗门八驱这边也开始配合着 沙胆熊的工作 他们派出各路的人马暗中监视着鱼熊 那时候的鱼熊在江湖中 可谓是呼风唤雨所向披靡 这也使得他心态膨胀了起来 以为斗门八驱的人是怕了他 因此开始放松了警惕 这一夜 月光皎洁 鱼熊和那位红颜祸水去了酒楼吃饭 两人在酒桌上打情骂俏 喝得大醉而归 但这一天 鱼熊竟没有带马仔出来 把红颜祸水打发了之后 鱼熊自己开着豪车 奔驰C200L回到自己的豪宅 车停在豪宅外 大概距离三十米的停车场 然后走路回家 这时 沙胆熊和四个心腹 从旁边的树林里突然窜了出来 他们人手一把锋利的牛肉刀 朝着鱼熊冲了过去 对方来势汹汹 鱼熊虽然神勇 此时却因喝大了根本没有还手之力 被砍了数十刀 倒在地上再也起不来了 直到第二天鱼熊被人发现 此时的他已经弃绝身亡 一代传奇猛人就此落幕 这不禁让人想起了 十四K教父胡须勇的话 江湖上的矛盾 最好是想办法和解 谈得妥最好 谈不妥的话 那只能瞎狠手 鱼熊对斗门八驱 确实是做绝了 但没能连根拔起 毕竟斗门八驱的根基太深 因此他只有想办法和解这条路 说不定还能多活一段时间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